Hello大家好,我是AI小王子 本期课程教大家如何用easyphoto实现特定图片融合 比如把指定的衣服穿在指定的模特身上 实现高效模特换装 并且教你如何用几张照片快速训练Laura模型 实现个人写真照片 正好阿里云最近有出一个活动比赛 视频的结尾会跟大家具体讲解福利和活动一些奖品 我们先看教程 本期教程将在阿里云服务器上展示 因为他们最近又推出了一个新的免费试用包 可免费使用715小时的A10显卡 或者343小时的V100显卡 接下来教大家如何领取 并且一键部署你的Stability Fusion 首先进入到这个网站 网站连接可以在视频评论区或者视频简介内找到 进到这个网址之后 我们点击这边的立即试用 它会先让你登录 如果你还没有账号 我们点这边的注册 用手机号码注册一个账号 如果你已经有了账号 我们直接在这边点击登录即可 登录后我们回到刚刚这个页面 这边显示两个立即试用 我们主要要用这边的交互式建模PiDSW 这个可以试用三个月 并且它的显卡是非常非常快的 我们点击立即试用 这个时候右边会挑出来一个框 只需要勾选 我已阅读即可 再次点击立即试用 我们就成功领取到了 接下来点击前往控制台 这边需要你开通Pi并创建默认工作空间 我们只需要点击一下 右边框内的组合 开通三个大家都不需要勾选 直接点击确认开通并创建默认工作空间即可 空间创建大概需要一到两分钟 大家耐心等待一下 完成后我们回到最开始的这一页 直接点击开始创作 点击这边的创建实例 这边我告诉大家改哪里 只需要加一个实例名称 这个名称你可以随便取 我就叫做小王子了 然后找到资源配额 这边我们点击GPU规格 然后选择第一个ECS16V.2XL 然后再到下边的镜像 镜像这边我们选择Stable Diffusion YBI 然后要确保这个是PiTorch 2.0的 点击选择好后 我们就可以点击下一步了 然后点击创建实例 这个时候你的Stable Diffusion 就在云端上开始自动部署了 环境配置需要一段时间 大概是三到五分钟 大家再耐心等待一下 创建完成后 点击右边的打开 我们先点击前往DSW Gallery 在这个Gallery里面 搜索框内搜索Easyphoto Easyphoto 找到基于Easyphoto的 AI新年圣诞写真大挑战 Web UI版 点击在DSW中打开 接下来就会进入到一个非常酷的页面 我们依次点击运行按钮即可 先是定义函数 这个运行比较快 点一下大概零点几秒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往下拉找到下载代码 我们点击一下运行按钮 把鼠标放到这个数字这边 就会看到运行按钮 点击一下即可 当我们看到最后四个单词是DONE DONE 就代表完成了 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走了 或者当这个按钮停止运行的时候 不转圈 它就代表完成了 然后到这边的下载模型 我们再点击运行 下载模型可能会消耗一些时间 因为这里的模型文件都是比较大的 它会在云端给你配置好几个比较常见的模型 大概是需要三到五分钟左右 我们耐心等待一下即可 当我们看到最后这边写着DONE DONE You can start easy photo now 就代表你完成了下载 最后我们直接点击下面的启动YBI这个按钮运行一下 就OK了 YBI运行 只要我们看到出现了Running on local URL 然后后边有个蓝色的连接 就代表运行完成了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蓝色连接即可 OK 进入到页面后 我们可以看到左上角有提前准备好的四个大模型 一个是Chillow Mix 比较常见的 麦鸡雪石 还有Dark Sushi 还有LZ 这些块模型 大家根据自己喜好去使用就OK了 还有VAE 常见的 还有一些常用的插件这边都有 不过今天我们主要会讲Easy Photo这个插件怎么用 非常强大 首先 我们如果想让Easy Photo融入我们个人 或者你想融入其他人的人脸进去的话 我们第一个就是先训练Laura 这个训练Laura非常的简单 大家不要害怕 你只需要上传5到20张左右的半身照 并且要确保你的面部和双肩是显示出来并且是很清晰的即可 我这里就先拿我偶像的几张照片作为案例来展示 这里要记住一点当你上传素材的时候发现非常非常慢 你要去看一下你的文件是否是小于1.5兆的 因为大于1.5兆的图片会变得很慢 首先是训练种类 我们是要训练人物Laura呢还是场景Laura 很显然 我左边这是一个人物 对不对 我们就要训练人物Laura 然后这边用的是底膜 你想用什么底膜呢 我就以Chelomix为底膜来训练了 这里主要修改哪些啊 这里主要去修改Max Stream Steps和Max Steps Per Photos Max Stream Steps就是你整个Laura最高训练多少步 这里我有几张图 123456789 每张照片我想训练100步 这里就改为900 然后这边Max Steps Per Photo 就是每张照片训练多少步 我们改成100 如果你想精度很高 你可以再调高 不过我个人试了一下 这个900的精度已经很不错了 然后Train Batch Size的话就固定1 然后这边都不要去改变就行了 如果你有其他喜好 可以看我之前讲的Laura那节课 来根据你的喜好去改变什么Rack Network Alpha 我们这些全部搞定好后呢 我们直接点击Start Training 点击Start Training之后 它会让你去输入一个User ID User ID就是代表你训练出来的Laura 它会叫什么名字 我这里给它取名就叫123了 然后我们点击确定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到我们刚刚这个后台 Notebook这边看它的运行空间了 这个后台其实就跟我们本地启动器的那个中端口一样的 它只是给它换了个页面而已 这个过程大概是需要等待25分钟左右 大家只要耐心等待就行了 在训练的时候啊 假如说你页面会出现一些Error 像是这边下边会出现Error 你不要去担心 只要确保这边你的中端它一直在跑就好了 你看这边 已经在显示了 当中端显示Steps 100% 步数-步数为同一数字的时候 就代表训练完成 Easy Photo的第一功能就是先训练你的Laura 训练好后我们到这个Photo Inference Photo Inference叫做图像推理页面 这里可以用图称图 Photo to Photo就是图称图的意思 Text to Photo就是文声图 先看这个图称图 图称图有三个选项 Temporary Gallery就是用你刚刚生成好的Laura 融入到现有的模板里面 简单说把你的面部更换一下 比如这里有几个模板 你选择一个比较喜欢的 然后Single Image Upload 就是说你把你自己觉得不错的模板 放到这里 在这边选择你刚刚做好Laura 它就会把你的Laura这个面部 融入到你选择的模板 比如说一个是用现有的模板 一个是用自己的模板 最后是Batch Image Upload 就是用一堆你找的这些图片 给你去做换面部 我们今天就以模板作为例子了 选择一张合适的模板 比如说我想为自己的青年 做一个不错的个人肖像 然后我们就假如说点这个了 后边有红灯咯 这个人好像你也挺像我的偶像的 然后下面选择你的底模 我就用Chillow Mix 这边有个Info with Pre-trained Laura 或者Info with IPA Only 推理 这些推理方式 我们肯定是要用第一个的 因为我们想让我们刚用的Laura 融合到这张图片里面 然后我们就选择这个 然后Number of Face ID 假如说你自己上传的模板 上面有1 2 3 3个人物 然后你想让这三个人物都融合你的Laura 比如说你这边训练了三个Laura 然后上面有三个人物 你可以在这边就可以选择3 那这边 Number of Face ID 因为我只有一个人物 我就选择1了 User ID 我就选择123 刚刚创建好的Laura 我们点击它 如果你这里面没有显示 我们点击刷新键就好了 可以选择完之后 下边有Advanced Options 就是高级选项 这边就可以填写一些你想要的关键词 主要的大家调一下Laura Width of User ID 就是第一次试的话 你可以调的高一些 因为我刚刚那个Laura 我发现有些过拟盒 所以我这个Laura是和权重比较低一些的 比如到0.6左右 然后下边是一些其他值 大家这些就不用去动了 我们直接都选择好之后 我们直接点击Start Generation 就可以在后台看到你的生成信息了 OK大家就可以看到 我练了Laura就融入到了这张图片里边 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我个人是认为这个还是比较像我的偶像的 然后还有一点 这边Photo Inference还有一个比较强的功能 就是这边还有一些文字的预设 像我们这边可以加一些新年快乐 我们直接点击它就好了 这个还是比较快的 OK点击之后会发现没有出现 我们点击这边的第二张照片 就会发现新年快乐这四个字 一下子就融入到了这张图片上面 这个就是Photo Inference 讲一下Text to Photo 这个跟Photo to Photo是几乎完全一样的 这个是没有模板用你自己的文字来生成 接下来讲一下Video Inference Video Inference 大家可以把这个和Animate Diff挂钩一下 它和Animate Diff的感觉有点像 它支持文声视频 图声视频 还有视频转视频 我们今天就先拿Image to Video来做例子了 所有的参数都是一模一样 只是说你输入的素材不同 我们可以上传一张我们提前做好一些图片 假如说这张图片吧 我们输入我们的关键词 然后这边的Denoncing Strength for Image to Video 大家可以调的不要太高 建议是调到0.5到0.8左右 或者再低一些 根据你自己的Lora 这边是图片转视频用到的这个底模 这边还有写Animate Diff 其实它用的就是Animate Diff那个功能 我们就可以选择Chela Mix Magic Mix 都可以 然后这边是Base Checkpoint You Use 就是你底模现在用了什么 Chela Mix OK 然后User ID 我们还是选择我们刚刚训练好这个Lora Advanced Option的话 这边就是跟前面一样改一下这些东西 再跟大家讲一点这边的Videomax Number of Frames 和Videomax FPS 这点之前 如果大家听过我的Dform那节课的话 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它这里的意思就是你视频的总帧数要多少帧 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视频每秒是多少帧 它这里决定了你最终声称出来的视频有多少秒 如果说我的总帧数是16帧 然后每秒有8帧 大家用自己的数学能力计算一下 是不是16除以8 最终我的视频就是2秒 给大家留一个课后作业啊 如果说我这边的视频总帧数是40帧 Videomax FPS 每秒帧数是8帧 那最终我的视频会有多少秒呢 大家把这个答案打到公屏上 或者放在评论区 然后这边Videomax可以选择GIF和MP4 这里建议大家选择GIF 为什么呢 因为GIF生成的图片 它可以无限一直循环 MP4的话就是一个视频 它播放完了就播放完了 下面大家随意去调整即可 这个生成视频时间有些慢 大家需要耐心等待一下 大概是3到5分钟 OK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这边的ANIMATE DEV就做好了 它这边有种下雨的感觉 并且看我的眼睛有一个眨眼的一个效果 头发也是飘逸的 这边因为我的Denor Sins Prince调的0.5G 其实也不是很高 但如果调太高的话 人物面部会变化很大 但是这个我抱的小熊 最终还是变成了一个大熊 还是大狗 有点像猫 有点像熊 可能有些不好看 大家在做的时候稍微调整一下 这个Denor Sins Prince 因为我没有给它放关键词 大家在放关键词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多用一些动词 比如说Eye Swinking 就是眼睛在眨 或者是飘逸的长发 Floating here 然后嘴巴张开Open your mouse 之类的都可以 就给大家举个例子 然后我们看最后一个Virtual Tryout 这是我个人觉得Easy Photo 比较强的一个功能 他这边也有一些template 就是一些模板 比如说今天我拿这个举例子 我想把这位帅哥的衣服 换成我们指定一些图片 如果说你有指定了自己的模特 或者想做的一些素材 你可以在这边去上传的 不需要用他的模板 不过我先拿他的模板举例子 我们要换成什么样的衣服 我们要换成下边的这些衣服 如果说你有指定衣服 也没有问题 我们点击Close Upload 就是上传你的衣服 OK 我们先用Close Gallery 给大家举例子 比如说这个紫色衣服 这上面和下边选择好之后 我们用我们这个笔刷 在上面把你想更换的部分涂抹一下 比如说我想更换他的衣服 OK 简单涂抹一下之后 我们这边底膜随便选一个 Advanced option 大家可以先不用填写 我们直接点击生成即可 在这边看一下后台的运行过程 OK 结束好之后 大家就可以看到刚刚这个衣服 其实它是不规则的 这个像是女士穿的 穿到了男士的身上 前两张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大家一定下去要试一下这个功能 讲完阿里云Easyphoto的部署 和Easyphoto使用介绍呢 最后跟大家讲一下这次的活动 这次的活动时间为2023年的12月21号到2024年的1月31号 也就是这个月的月底 只要你注册完阿里云账号 完成了实名认证 并且用Easyphoto生成图片上传后即可参与 怎么上传图片呢 就是到这个页面我们点击提交作品就好了 然后把你图片上传这边 然后介绍一下就代表你参与了 大家上传完Easyphoto活动比赛图片啊 记得截图发了评论期我给大家去点赞 最终的中奖者呢将在2024年2月底 在阿里云活动页面公布 一等奖呢是红米的第三代手表 第二等奖呢是小米手环 第三名呢有十名阿里云的拍拍灯 最后四等奖呢限量100个 目前上传作品的用户只有三页 一页是15个人 就是只有45个人参与 等于说只要你完成他们任务并发布 从现在来看呢你是肯定会得奖的 没准你就可以获得一等奖 这些奖品其实还不够啊 阿里云特别为AI小王子的粉丝 准备了20张星巴克的30元电子优惠券 具体参与方式呢是到我的QQ频道 怎么进我的QQ频道呢 可以看我视频简介的 AI小王子大城堡QQ频道连接 或者在QQ频道这边搜索 AI小王子就可以找到我的频道 我们点击进去加入即可 具体会在哪里发布这个抽奖呢 在AI小王子的粉专区这边 这边专区呢我经常会给粉丝做些福利去做抽奖 这回的20张星巴克券也会在这边给大家做抽奖 所以锁定我的QQ频道 找到粉丝福利期即可参与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然后在这边去沟通啊聊天啊 具体的抽奖连接 我会在本期视频发布前上传一下 OK 今天的课程就先讲到这里 Follow me 让你轻松掌控AI 这个东西栏码 启伯之前 打扶梁 打扶梁